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 星期四 這節就想跟大家說一宗內地的新聞 在內地哪裏呢 今次就在深圳 事源 就是香港大學 屬下的這個深圳醫院 這間醫院其實就是深圳的政府付款 目的當然就是把香港的優質的東西Copy 回大陸 所以就拿了這個香港大學的名稱 然後就在深圳那裏開醫院了 這間 醫院的院長 大家也會記得這個名字 叫做盧寵茂 一想起盧寵茂 就想起 膝蓋疼痛 插水 如果大家 如果不知道這件事 那就要去Google一下 誰叫做盧寵茂 當年這個盧寵茂插水辦跌倒 那張圖就被人瘋狂地改 所以有這樣的背景 告訴你 深圳醫院有香港大學的名字也沒有用 加上盧寵茂也沒有用 一定會爆獲 結果真的爆出嚴重的醜聞 所以一間醫院先不說你的醫療設備 有多麼先進 有多麼多診療中心 多麼多病床 裝備有多麼先進 有甚麼用呢 到最後 那些人 沒有公信力 這個就是大陸的情況 Hardware有齊了 那些人一個也信不過 最後有甚麼用呢 詳細再說深圳醫院的醜聞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本台正在進行雙頻道廣播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原因是因為本台的 YouTube 星期二得道早前被封閉 因為這樣 所以就開了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因為難以估計 何時就會再被YouTube 不知道有甚麼理由 無緣無故再封閉 所以我們就會維持著 雖然的view數就會被兩個頻道攤分 但是我們就會維持著 兩個頻道的 同步廣播 所以兩邊的節目是一樣的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 多做一部 聽完節目 支持另一邊 正在聽星期二得道 就支持星期二日報 如果正在聽星期二日報 轉頭又過去星期二得道 就按一下按鈕 按幾個按鈕 按LIKE 進去LOCK IN 留言 看到五毛就借他 然後就是用社交媒體 大家都在玩的 社交媒體 一定有自己的帳號 就是把節目的連結 分享出去 所以支持六部曲 一點也不複雜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看廣告 大家就努力點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又或者可以打開節目的播放清單 讓他自動廣播 聽完節目 電腦還在做其他事情 打開節目清單 讓他自己無限loop 多謝大家多多支持 話說最近講多了軍事話題 我發現本台的聽眾 就是很喜歡這些話題 似乎大家都不是太過和理非 不過這裏又要說 差開一點點也要說 和理非就不是用來 攻擊那些和理非的人 和理非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和理非得來 是要禁止其他人去做 一些更加有效的事情 繼續選擇 用大量的時間 資源 去做一些 似乎一點效果都沒有的話 那就很有問題 什麼意思 兩個字 說了很多次 兩個字答完你的答案 緬甸 說完了 答案就是這樣而已 兩個字 緬甸 這節不差得太遠了 待會又會再說了 所以還是溫和一點好一點 我們也不想 大家太快就是 激進也不是問題 大家真的不要覺得 有杯麵吃 就算 這些 idea出來了 就算 世界局勢倒向 對付中共 千萬不要認為這是一個杯麵 立即有得吃 這次的答案就用三個字來回答你了 三個字就是 以色列 又或者四個字來回答你 這就叫做巴勒斯坦 所以其實答案一點也不複雜 大家看看以上的這些國家 就知道 世界正常來說發生了甚麼事 真的不要差那麼遠了 回到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的醜聞 話說 港大的深圳醫院就是爆了一宗醫生性騷擾女病人的事件 坦白說 我認為深圳內地 性騷擾 可能跟 跟蔡展鵬打骨差不多 其實如果要變成內地級的 醜聞 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也要非禮 性騷擾其實在大陸也不算是 一件嚴重的事 因為人家一來就動手了 他也不動口 某程度上 這個醫生只是動口 所以 其實好像也不是很嚴重 當然 這是以大陸國內的標準 來作出這個評論 事源一個女病人就說在這個醫院看完這個語線科 一個姓黃的醫生 就是用微信找他 這個女病人 發生了一個網民 這個網民開了一個賬號 賬號叫做阿根廷瓊瑜 阿根廷瓊瑜就說在5月7日的時候 他在網上說他 被醫生性騷擾的經歷 原來 事源在2019年的時候就去到這間醫院檢查 當時就是診斷了 他就還上了這個 乳腺結節三級 原來在乳房上出現了一些硬塊 當時那個醫生就建議他要去醫院覆診 所以他就選了去這間 香港大學的深圳醫院做檢查 由於這個語線科沒有辦法選擇醫生的性別 所以這個網民阿根廷瓊瓊瓊 就是被分配到去了找一個 姓黃的男醫生做檢查 其實很快就事有QK了 檢查完之後這個醫生竟然就說要加他的微信 藉口多多 就說如果有問題就可以透過微信 就是繼續 就是咨詢這個醫生的意見 這個女病人當時就已經覺得很奇怪 通常醫生 都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病人就是病人 醫生就是醫生 專業人士很少會無端端走去加別人的微信 不過內地比較難說 因為這些醫院很可能就是會 要跑數做生意 所以醫生就兼入銷售 繼續銷售病人做另一些 檢查 這個也不是不可能 事後 這個網民阿根廷瓊瓊 繼續在這個醫院覆診了兩三次 後來就是因為工作 不方便 不能再去 深圳醫院覆診 這個時候就是 歹徒露出 他的真面目 這個時候這個姓黃的醫生 繼續找這個網民阿根廷瓊瓊 繼續在這裏吹水 竟然說說一下 就是幫他檢查身體的時候 讚他的胸子很漂亮 這個時候就是露出真面目 看他對方沒有太大反應 沒有太大的反感 於是竟然就是發了一些 有生殖器的圖片 當然這個就是 百分之一千的性騷擾 不單止你不要發圖片 簡直就是淫招 單單就是在 女性面前 說色情笑話 也很有機會就可能變成性騷擾 當時這個女病人阿根廷瓊瓊 覺得自己被人性騷擾 於是就立即屏蔽了對方 把對方的微信拉黑 但是這個醫生竟然就是繼續死纏難打 甚至乎 還是直接打電話 繼續找這個受害人 結果醜聞爆出來 醫院一定要想辦法處理了醫生 因為證據確鑿 截圖也出來了 還想抵賴 結果就是暫時把這個姓黃的醫生停職 坦白說 我就認為這個絕對不是單一事件 很可能 不止他一個 也就是這個黃醫生 很可能就已經重複犯了很多次了 誰知道這次就是被人截圖 放上網 公審 所以中國內地 無論你的硬件 硬件也不先進 你的硬件也不先進 左搬右搬 搬到東西就是金碧輝煌 金玉其外 大碎其中 這些人 一些道德也沒有 專業操守也違反了 那麼你的醫院 建築物 建得再漂亮 裡面的設施 再好 那麼你的醫院有甚麼意思呢 繼續恥笑印度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 死人死得多 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 真的充分體現了這件事 不過其實有補充 他的金玉其外其實也是一點也不漂亮的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